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第一个单字这里面有三个母音 所以我就要把它分成三个音节 这个I1是长音所以它仍然算是一个音 现在我把它拆开来到三个音节 念出来就会念成三个字的感觉 康Q白 嫔妃 小妾 恶奶 英文叫做康Q白 分成三个小节 康就把张开极度向上 康Q白 就把张开极度向上 康Q白 就把张开极度向上 康Q白 嫔妃 小妾 恶奶 康Q白 分成三个小节 康就把张开极度向上 康Q白 康Q白 听了刚才的示范康Q白 是不是很有感觉 马上就念得出来了 但是啊 英文呢 不可能是一个字的 你呢 看到英文字一定是在一个句子里面 所以我们再来示范这第二个 你必须把它放到句子里面去 首先我们先猜字 这个英文字呢 猜成了 所以合在一起 会念成 好 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谈判 我们听一下它的声音 我们看它出现在这个地方 in negotiation 刚才这个字叫谈判 各位刚才拆了念 你要跟着一起念 你就会一起跟着出来了 in negotiation 在谈判的时候啊 women 女人呢 tent 倾向于比较什么样的感觉 倾向于呢 to be more skillful 更加有技巧的 更有谈判的技巧 比谁更有技巧呢 the man 要比男人更有技巧 各位这样整个合在一起 你对于这个字的感觉 就会更加清楚 哦 在跟人家谈判的时候 女生好像更加比较委婉 比较有技巧 我们再念诵它一遍 in negotiation women tend to be more skillful than men 好的 有声音 有猜解 在进入一个句子里面 就很容易真正学到这个单字 单字不要用背的 背的好辛苦 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 也不会运用 这样子我们用六个符号的方法 带领着大家一步一步 这样子拆一拆 念一念 然后一二三加四放到句子里面去 成为一个个有生命 有意义的东西 你就能够真正的学起来记得住 嗯 我们再多示范两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字叫做 Bureaucrat Bureaucrat 这个字是怎么念的呢 这个字叫做官僚 Bureauc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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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这个字 Per Ser V Rence Persev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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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字叫 毅力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刚才又示范了两个字 Bureaucrat 叫做官僚 Perseverance 叫做毅力 学到这边的朋友 一定会觉得 哇 这字好难哦 念起来也很辛苦 不过至少会比 大家这样子盲目的来学 更有效果 先猜一猜 至少清楚多了 然后跟着念多几次 你就可以 大概大概念出来了 如果再仔细一点 绝对没问题 我们呢 在记忆新的英文单字的时候 因为它是财政 一小节一小节 所以它就有一些 玩的游戏 可以来给大家 叫做参考 比如说各位看到 这个字叫做ten ten 没有问题 叫做食 12345的食 这个ant 好像也可以接受 叫做蚂蚁 ant 所以各位看到 ten是食 再加上ant 就叫tenant tenant 在英文叫做房客 租房的房客 tenant 那么如果前面 再加上个 L-I-E-U 和在一起 Lieutenant Lieutenant 就是军队里的中尉 军官 Lieut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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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再回想 这是食 食 加上蚂蚁 十个蚂蚁 tenant 是房客 房客前面 再撸一下 Lieutenant 就变成中尉 最后再来看这个字 Core叫做是汽车 Nation 是国家 Core Nation 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 母亲节的 康乃兴 英文的Core叫做 汽车 Nation 叫做国家 那么Core 在Nation 变成了Core Nation 叫做 康乃兴 所以康乃兴 就叫做 Core Nation Core Nation 学英文 是有技巧的 这样子学 又快又方便 六股方法 英文法 就是提供大家 最简单的 学英文的方法 对于常常的单字 就是要拆 就是要念 我们把刚才 几个单字 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妻妾的妾 叫Concubi 再来谈判 叫做 Negotiation 官僚叫做 Bureaucrat Bureaucrat 毅力叫做 Perseverance 然后中尉 叫做Lieutenant 康乃兴 叫做Core Nation 还记得刚才说 Car就是汽车 Nation就是国家 合在一起 就变成康乃兴了 好的 那么各位详细的 怎么样子把字拆开 怎么样子 利用字的拆解 去做一些联想 去做一些记忆 来帮助大家 学新的单字 详细的情形 欢迎大家参考 我们的一套 学习用书 这套书就叫做 英文字的家族 这套书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跟声音的 首先就是 英文字是如何拆开的 告诉大家 几个简单的技巧 把长长的英文字 拆成一小节一小节 带领着大家来念诵 然后利用这些观念 再进入英文字 做上下左右分析 可以做联想 这样子合在一起 这样子带领大家来念诵 记忆 大家会很快的 就能够增加你的 实用的单字量 制作人无论 听说明有没有 自己想念误 这篇照 应该以后 吃 HUBO 可爱 虽然 吃 蛇 闻 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